政府从启限聚令后首个周末,在减价盘带动下,十大屋苑成交量增加四成,其中天水为嘉湖山庄三房户仅售555万元。 跌至两房价,清衣号景湾一个放盘两个月的高层海景户。 业主亦跪低,平市价5%沽货,长亿消加偉清,疫情爆发第三波。 嘉湖山庄三房户跌至两房价,美湖居八座低层D室,实用540方尺。 最新成交价555万元,尺价10278元,属近期最平三房成交,屋苑上月多中两房成交价均于500万元。 而屋苑上月51宗成交中,楼价600万元或以上的同尺数三房户占11宗。 中原赵洪运雪,太古城部分业主态度软化,周末年六三宗减价成交,由印度业主持有的贯天角极高层A室两房户, 实用593方尺。去年初以1500万元放盘,累减165万元至1335万元沽出。 卖方2009年以570万元入市。 竞赚765万元离场,令启天角高层D室,实用759方尺,开价1880万元。 最终减至1718万元沽出,天山角高层F室。 两房户,新近亦减价80万元,以1000万元沽出。 此外,清衣号景湾五座高层G室,实用849方尺,属全海景优质户。 业主眼见其楼上同室单位5月以1568万元售出。 因其物业指低两层,故尝试以1560万元放盘。 为受近日疫情严峻影响,业主态度中软化,以1490万元沽货。 与两个月前造价比较,卖平5%或78万元。 近期豪宅减价之声亦不绝。 大部陆欣山庄五座高层D及E室相连户。 减价450万元后,以3050万元沽出。 市场风传。该单位由建制派民建联主席李慧琴持有。 不过本部查册后发现。该单位现由一间公司持有。 2005年施1630万元入市。 其中一名股东为李慧琴。 但身份证号码与建制派的那位李慧琴不同。 指示同名同姓仪以。九龙站擎天半岛一座高层F室。 三房户。业主开价4000万元。 刚大幅减价24%。 以3028万元沽出。 教汇丰银行网上估值3650万元。 平足六球。减价盘刺激下。 中原统计的十大屋苑。 在政府重启限聚令的首个周末刑六十四宗成交。 与上周十宗比较。 升幅四成。 中原陈永杰表示。 近日疫情严峻。 看楼量难免受影响。 但无外二手成交。 始终量化宽松及低息环境下。 实物资产可防止财富贬值。 隔利州海宜半岛疫市刑六高价成交。 消息指。 13A座高层H室。 四房全海警户。 以1850万元沽出。 赤价21412元。 创屋苑今年新高。